如果说像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做 它只会有几个参数呢 array, row, column,三个就好了 意思很简单 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哪一栏 这样就结束了 可是第二个的话 它比较会复杂一点点 第二个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今天reference 可能你刚刚是一个array array的话是一个范围 可是如果像这边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我是从那个说明档里面 直接贴上来 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OK 那可是问题 你如果有两个范围 你可以直接刮糊 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这样中间大家逗点 加冒号 应该没问题吧 两个范围 它可以有多个范围 可以让你怎么去参照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有多个范围 到底这个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你必须告诉他 所以多一个关键在这里 有没有 它的范围是第几个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输入二的话 它会去抓它的第二列 这个第二个范围里面的第二列 第二列就是这一列 然后哪一栏 第二栏 抓到应该多少 就是三点三点五五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一的话 会怎么样 它就不会去抓第二个范围 而是抓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里面 第一个范围里面 第一个范围就是从A1到C6 那就这个范围 里面的第二 就这里 然后第二列 第二列 第二栏 OK 那就这个 所以你会把它拿回来 就这个东西 OK 所以假设 不过我觉得 这个用到的机会 应该比较少一些些 你一般在抓资料 干嘛给它两个三个四个 你干脆就一个给它去抓就好了 你何必还要 但是总会有它用到的机会 只是如果将来 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那你就懂 原来Index还有第二种解法 这个其实 有的时候 因为这也是刚刚同学问的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没用过 没关系 函数说明 稍微瞄一下 所以我一直强调 函数其实真的不是叫你去背它 怎么用 而是说 你知道一些原理原则之后 你就寻那个原理原则 去了解它的逻辑 你就大概知道它怎么使用 不过也许你现在好像还没到那个阶段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可能使用的函数还不够多了 解决问题也不够多 所以如果当你 那个使用的函数 那个时 就是量够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就很容易见招拆招了 那这个道理我想跟那个 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情节差不多了 就是你可能要 那这个打败多少高手之后 你就自然升等了 可能你们现在还是 遇到问题还不够多吧 所以可能 慢慢那我们主要 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我主要任务是因为你们看书 大家都看得懂 但是不见得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主要 这边上课 还是以做给你看 为重点 因为你说真的很多人会讲 但是叫他做他做不出来 这种人太多了 OK 但是不会讲会做的人比较少 老板一定比较喜欢那种 少讲话 很会做事的人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特质的人 我想你到哪里都应该很受欢迎 因为你够专业 而且很少讲话 其实很多惹是生非都是因为 人家会问你 而且我发现职场上常常会有人 很喜欢抱怨 然后你就会回他话 结果后来照样就是你了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尽量就停就好 OK 好了 这个题外话 OK 好 那再来就是那个查询界面 就是再来我们就offset